县政府为了推动秋冬光光 特别规划军事主题旅游活动 老兵游澎湖 今天军事体愿馆 老兵游澎湖消费优惠 老兵生活记忆数位点长 以及AR探索同步开跑 也欢迎全国会议军人 以及军事迷前进澎湖 感受澎湖深厚的军事文化底蕴 县政府旅游处表示 这次的活动县政府 特别在独行石村规划了军事体验馆 即日起开放免费参观 设置的军装换装区 军用物品展示区 军旅生活回顾展区 拍照打卡体验区 影音播放区等等 特别像彭皇部 海军马公后勤指挥部 以及空军马公基地 勤务队商界军装 以及许多珍贵的展示物品 同时现场也展出仿真的五栋机枪 拐六公里穿甲弹 腰动五公里榴弹 铝制水壶 军用大背包等武器装备 并透过影音装置播放军歌 举光原地 震海未将 带领民众重温 往日的军中荣光 展馆内还设有 澎湖我来了签名墙 让老兵可以留言拍照 上传网路 找寻曾经的同体伙伴 军中同袍 长官相约来到澎湖旅游 也欢迎老兵回娘家 此外即日起至明年1月20号为止 也欢迎全台退役军人持身份证 或者是退役证明 以及7日内来到澎湖的机票 或者是船票的正本 即可在军事体验馆 领取老兵游澎湖的补给证 以及行军湖造型 战胜纯水一瓶 还可以参加老兵游澎湖现场摸菜活动 记者王海龙报道